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咖啡充足攻略 那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四進行一些精品咖啡器材以及知識的分享 所以如果你對精品咖啡有興趣的話,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每一週推播囉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聊聊異式機 前陣子學長開了很多異式機嘛 那有些網友都希望可以聊聊一些更近階一點的接用異式機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有限流法功能的異式機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主角是這台貝澤拉的異式機 你可以看到上面這邊有一個叫限流法的東西 那限流法是甚麼東西呢 就是等於說呢,因為一般異式機它的壓力是固定的 譬如說是九個大氣啊 那我在Trash的過程中整段都是九個大氣啊 但是如果我有這個限流法的功能呢 它就是可以讓我的出水的那個孔徑呢 可以放大或縮小 這個時候就等同於如果我的孔徑越大呢 等於是我的壓力就會變得比較大 如果我的孔徑變得比較小的話呢 等於說我的壓力就會變得比較小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簡單的一個功能 手動,當然也有電動的 這個功能呢 就可以實現異式機的變壓功能 那變壓 對我們風靈異常是甚麼呢 就是當然可以想像壓力越大 水就更快速的穿過水 所以我的香酸就會變比較顯素 那如果我的壓力比較小呢 我的流速就會變得比較慢 就是填巴黎會比較顯著 就跟手沖有一點點類似喔 因為它們畢竟原理還是以類似這樣子嘛 所以呢 有這個功能呢 我們就可以實現一個東西 就是我可以局部的去調整 我的義式咖啡的味道 有沒有覺得有一點厲害吼 OK 那說了這麼多呢 我們直接來做一把 讓大家看看 這樣的概念 大家能不能理解好不好 OK 那我們先來研磨 我今天用的磨豆機呢 是WPM的義式專用的磨豆機 叫做利P1 是一台 家用來說 等級也是很高的磨豆機 然後呢 磨2 然後呢 我們就來進行布粉跟填壓 來啊 好 那前置功就做完以後呢 我們就來討論一下我們待會怎麼做吼 首先呢 我會先拍半圈的線流法 這個半圈 然後這時候呢 我的水呢 就會有小部分的水 先流到我的粉餅上面 讓我的粉餅進入吃水狀況 然後呢 我再把它關掉 這個時候就沒有壓力對不對 因為線流法關掉了 所以這個粉餅呢 就可以吃剛剛的粉餅 會有一段時間的預浸時間 然後我大概抓個5秒左右 好 那這個動作呢 可以讓我的豆子 可以完整的吃水 那接下來呢 我覺得吃水差不多了 我就把線流法整個打開一圈 這時候壓力呢 就會往上衝 OK 然後我們萃取呢 就從這一段階段開始大量的萃取 好 那大家聽明白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開始來測試一次 好 首先呢 我先把它線流法開 半圈 好 好 我們上把手 好 目標 我們會40末左右 好 好 我們先 開 然後再記一下池 大概5秒鐘左右 然後呢 把線流法關掉 好 然後再等個5秒鐘 這段時間就是預計的時間 大概10秒了 好 然後呢 把線流法打開 可以看到 我的壓力表呢 開始往上飆 開始進行萃取的動作了 好 可以看到我的壓力 剛好到9個大氣壓 好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這兩個動作呢 他完完全全的呢 就做好了 浴鏡這樣的工作 OK 40末 關掉 這個秒數大概是27-28秒 OK 所以呢 滿符合我們一般對於意識的萃取的要求 可以看到 我們先做一個浴鏡 好 然後先給水 然後浴鏡的時間大概是5秒左右 好 所以我們大概10秒左右開始滴水 好 好 那我們第一把我們就來試看看 嗯 非常的濃厚 而且呢 填膽也不錯 OK 那 如果是你的話 或是說如果你是一個玩家的話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來思考一下說 我沒有辦法做更好 像我覺得 好像 尾巴有一點點苦澀味 那可以考慮說 那我尾段的流速是不是可以再增快一點點 我心流法是不是可以開得更快一點點 或者是說我預進的時間要不要再縮短一點點 因為我們剛剛是不是開一半嘛對不對 我們先開心流法 我們先開一半 然後呢 預進的時間呢 然後我們又把它關掉 當然這個關掉的動作呢 我們就會有5秒鐘左右 我的濃縮它是完全是不流的 它沒有壓力嘛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我把這個時間省略掉 說不定呢 它的整體的風味就可以往前移動一點點 那吸流法的好玩之處就在這裡 我們可以藉由這種壓力的調整 來喝喝看有什麼不一樣的風味 OK 好 所以也可以實現很複雜的操作 所以第二把 這樣好不好 我們待會再操作一次給大家看 我們第二把呢 我們一樣 剛開始呢 先把吸流法打開 開大概半圈 讓我的粉餅吃水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不要關我的法門 就不要 不要讓壓力變成力 我還是持續讓它繼續 有壓力 但是又很小很小壓力 然後大概10秒鐘左右的時候 我再把整個吸流法打開 好 一樣開這麼大 看能不能讓整體的風味呢 再往前對的香氣再補多一點點 OK 就直接按照我們剛剛的計畫 我們來做第二次的實驗 目標是讓我的香氣呢 再更漂亮一點點 OK 好 所以我們一樣 線流法我們這次呢 先開一半 但是呢我待會就不關掉了好不好 我一樣大概到10秒的時候呢 我就把整個吸流法整個拉開 好 準備 開始 好 所以呢可能會有一點點少許的 濃縮 會在前面10秒 好像也沒有喔 有 逼出來一點點 然後我們再把整個吸流法打開 對齁 OK 壓力大概還是在9個大7號左右 但是這個秒數 應該會比剛剛的快蠻多的 好 40秒左右 好 大約在23秒左右 所以可以看到齁 因為我這個動作少了一個把線流法彎掉的這個動作呢 所以整個萃取的時間呢 顏色上面呢 大概是完整啦 就稍微比較偏黃一點點 不像它那個是比較偏咖啡色 好 那我們就來喝喝看 它的這個差異效果是在哪裡齁 好 整個酸質的亮度呢 比剛剛比較起來會差非常的多齁 所以如果你想要喝比較水果感的齁 其實剛剛那個參數是蠻好的 但第一個參數呢 可能整體喝起來巴黎比較明顯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奶卡的話呢 就可以適合用第一個參數 因為它本身的油脂風厚度啊 甜感也比較強一點 這麼給你看齁 它其實就跟做手動作有點類似 就是我們可以調整一些小小的參數齁 它時間比總共快很多齁 所以要有點熟悉度 就可以讓我的局部 產生蠻明顯的變化齁 所以這就非常好玩 那最後呢 學長呢 再示範一個很有趣的做法給大家看齁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 濃縮都是做30末嘛 但事實上來說呢 其實我們也有別的做法啊 我們可以考慮呢 用意識計 但是我們把它做成 弄狗的做法齁 那它就非常的好玩 OK 那我們就準備來吧 那我剛剛的研磨度呢 我稍微調了出了一點點 我原本用2 我現在要用3 那粉量是一樣的齁 那待會呢 我們的做法上面呢 就跟剛剛差很多了齁 我要用大的杯子齁 所以我大概萃取目標 大概在150ml左右 就非常多嘛 對不對齁 所以該會呢 我會做兩段的齁 第一段呢 我先開一個小小線吧 那先讓它進行一個 浴鏡的工作齁 那浴鏡的時間呢 我會拉得稍微長一點點齁 大概也是10秒鐘 那接下來第二段我要做一個比較明顯的栓子 所以我會把線流法整個打開 開到一圈的部分 那最後呢 我再把線流法關小 做尾巴的甜度的部分齁 就有點像手沖的設計齁 真的非常的好玩 OK齁 好 那聽懂了這個邏輯齁 我們就準備開始齁 線流法我們先一樣 先開一半左右齁 讓我的粉塵吃水 OK 好 但是這個研磨度呢 是比較粗的齁 所以我們時間上面不要太久 OK 關線流法 讓它呢稍微 預浸的時間呢 再長一點點齁 好 大概10秒鐘以後 線流法整個開 可以看到齁 整個萃取的狀況呢 壓力是很大 是穿過去的速度是很快的齁 所以壓力大概才5個 5個壓力而已 然後呢 後半段我們做甜感 所以把我們線流法關小 然後壓力呢 落到大概3左右了 然後就這樣萃 對 所以我們會看到我們分 兩段 主要萃取分為兩段 第一段的是前面的酸質 然後第二段萃取的是後面的甜質的部分 OK 好 整個萃取的狀況呢 已經到了40幾秒齁 然後當然可以看到這種 這麼長萃的方式 齁 就跟我們傳統的義式呢 會差很多 但是呢 其實本來就 義式機也沒有只有一種做法齁 它有很多種做法齁 它有一點點齁 然後它不要出複雜味 它還是一種很好的義式的水法 尤其是當我可以控制我的 這個壓力和線流法的時候 它說不定你可以跟你的 你的美式的風味還要再更精彩一點點齁 讓我們來喝喝看 還是有很漂亮的Creamer齁 這個呢台灣比較少的人做啦 很明顯的一節一節的 就是我剛剛設計嘛對不對 前面我們用大水做了酸質 然後後面用比較小的壓力以後 做後面的甜質大概也是有一半左右齁 所以整體的層次感就比一般的濃縮 還要再更明顯一點點 那這種做法呢 其實一般的定壓的義式機也是沒辦法做 所以我都要這種可以控制壓力 可以做限流法的義式機才可以做 也因為這樣子的 讓我們在加入義式的世界 變得非常的有趣 而且很多可以挑戰的風味的結構囉 OK好 那我們今天的抽取功率呢 說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 限流法或是加入義式機的一些設計的話 那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說到這裡 後面的影片 我們可以先不要緊